幻彩罗目前的制法已是极致 那如何才能彰显尊贵呢 爹 咱家目前所制的幻彩罗 用的乃是贝壳粉 既然想奢华尊贵 那为何不换成 以前所用的珍珠粉 珍珠的光泽更加饱满银润 用它来做幻彩罗 粗看之下 与先前的并无差别 细看便能品出不同 这样不更体现咱们家的用心吗 可是这珍珠粉 造价极其昂贵 咱们一时半会儿 爹 这个不打紧 洛王殿下说了 有困难尽管找他 想必为了制成这批果理 向宫里请下一笔银子 也是可行的 太好了 这下咱们家的幻彩罗 一定会大放异彩 有机会还得当面感谢一下 这位洛王殿下才好 我说错了 没有没有 好主意 天家预测了上等珍珠粉 特批给谢家制作幻彩罗 这批珍珠粉乃是预制上品 极其难得 用珍珠粉替代之前的贝壳粉 粗看与之前无异 细看才知其中华美啊 这谢家也不知道 走了什么狗屎云 如此贵重的东西 竟然落到了他们手上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捡便宜 哪那么容易 谁让他们把便宜捡了呀 高大人 这可是欺君之罪 是要被杀头的啊 苏老板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知我知 谁要杀苏老板的脑袋呀 可是用普通的珍珠粉 替代玉油的珍珠粉 这万一被查出来 这不是有袁大人在吗 有袁大人在 苏老板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 苏老板 您可别忘了 这贡商的头衔 你们苏家可是没抢到 这将来和公事局来往 可就没那么变的 若日后 还想跟公事局做生意 不全得看我跟袁大人 从中周旋吗 就这么一点小事 苏老板都不愿意做 这叫我们日后 如何相信你呀